西风究竟藏了多少故人故事 山城辽落 唐代古战场的印记会有更加深切的解读 城子山山城遗址 位于西风县梁泉镇南7.5公里的城子山 始建于西汉末年 被赋予长期占据 山城有城墙 城门 水门 瞭望台 外围城等几个部分组成 城墙有自然峭壁 也有人工累气墙 城墙最低处约1.3米 最高处可达5米 墙体表面用较规整的气形石块累气 历经千年 保存完好 因为这个山城茶是高高利人在水塘时候修造的 他为啥要修造这个山城呢 据有关专家考证 说这样的山城一共有102种 这座山上 不是 不是 一共 一共有 它大约在分布什么地方呢 辽宁的东部山区 吉林的这个通化地区 然后北朝鲜 加在一起一共是102种 在水塘的时候呢 因为高复利这个势力啊 就比较强大起来了 就是和那个中原的王朝能抗衡 从这个水塘地开始啊 就开始征讨这个高复利 结果呢 多次打了败仗 等到唐朝的时候 李次民又开始攻打这个高复利 最后呢 在公元668年 这个薛里 曾通大将军 对啊 他又带领了一支啥呢 两千多人 就开始攻打 这个是辽宁东部的各个山城 哦 攻打山头 对 早是精兵强下 占山为王 结果呢 就是一鼓作气 把这个山城攻破了 哦 完了高复利 就忘分而逃 就跑了 这段历史 在资质通建 有着比较详实的记录 公元668年 唐军征辽东 薛里率军三千 攻打高复利所占的浮渝城 及现今的城子山山城 当时唐军驻将 皆以兵少指之 薛里称 兵不必多 故用之何如尔 后薛里亲自为前锋 杀获万余人 大破之 浮渝城 就是现今西风的城子山山城 浸润在岁月与人海的 是能还原的过往 也是多元历史场景 与文化义趣的守护 嗨 李老师 你好 你好 今天我特意过来 看看您这个剪纸的作品 这些都是您的吗 是 这个是一般的 这个单身剪纸 这个就是套色的 套色剪纸 套色剪纸 哇 好多呀 这个都是您的创意吗 对对对 这是根据咱们西风县的课典创作的 这个是有什么意义 这个叫深谷 就是说人生娃娃嘛 就是深谷的一个形象 这是鹿娃 鹿娃 对 鹿娃 鹿 是西风的那个鹿香的那个鹿 对对对 这个是叫蝉宝 蝉宝 酌蝉 酌蝉宝 哇 都好有意义 都好有意义 像这样剪这么一副 大概得需要多长的时间 我需要有大约两三天的时间 两三天的时间 连那个 刻纸 然后最后套色 然后最后什么成品 大约这么长时间 您现在也教学生 是不是 现在就开始了 现在正在做这个事 把我的主要是 这个三年份 三年份就完了 您的区别是安静的 这个是龙雅孩子做的 龙雅孩子做的 龙雅现在 除了我教正常的孩子 在提校教 对吧 我在龙雅提校 开了一个剪子盘 这个剪子盘已经是剪了四年了 这个董事这个鞋子做的 哇 剪得好好啊 这些孩子他们都学了多久了 他们学了四年了 近期四年了 你看这龙雅孩子 我刚开始教的时候吧 也有待机 这个龙雅孩子咱们怎么能交流 他能做得出来 能教过你嘛 但是通过一校的时候 我发现 龙雅孩子非常专注 他善于观察 只要你做 他一看他就学会 我觉得这也是意外的收获 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吧 我也得到很多的热情 因为和他们接触 也是一种享受 所以他们说不出来 但是他们提出的照